大家好 2010广州车展 我在宝马的展台 我身旁是宝马这次一个重磅的新车 全新的四系敞篷版 其实普通的硬顶的四系 我给大家拍过到电的 拍过正式的试驾的视频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这车很丑 有的人觉得这车很好看 但是都不要紧 因为现在四系的市场的反馈相当的热烈 这么小这种车型居然要加价 要等车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欧洲那边疫情的原因产量不高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订单实在是过于的凶猛 而我身旁四系的敞篷 也补充了四系家族的训练 并且敞篷比较特定的是软顶敞篷 我们等会可以结合着空镜 以及侧后方的角度 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硬顶和软顶之间的区别 敞篷的宝马在篷打开的时候 线条一直是非常的优雅和连贯 但是之前的四系 包括之前的三系用的硬顶敞篷的时候 当敞篷合上了之后 整个造型简直是惨不忍睹 非常的生硬 而现在用了软顶之后 挺得更加的自然和复古一些 同时厂篷的软顶重量要比之前硬顶节省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整个车身的重量也降低了 车身的重心也降低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并且之前的硬顶厂篷的收折非常的慢 因为结构过于复杂 现在厂篷18秒的收折时间 同时它能边走边操作 速度50公里以下都能实现厂篷的开闭 实用性就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所以其实就师兄本人的使用感上来说的话 我是更喜欢软顶厂篷 当然软顶厂篷看起来会不那么坚固 实际上还是很坚固的 但是软顶厂篷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缺点就是 它不防穿刺 所以用刀划的话还是能把它划开 并且维修成本同样也很高 厂篷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后备箱大小 确实比硬顶的要小不少 因为这一部分呢 全部是装的这个软顶厂篷的机构 所以留下来的部分就非常的小 并且不规则 放大箱子是没戏了 如果你要放大箱子 把这个厂篷合上 这边能腾出不少的空间 内饰呢和普通的四系 乃至普通的三系都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作为厂篷 对你的操作端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呢它这也多出了一个厂篷的这个开关 其次两边多出了这个头枕上的暖风微薄 之前的奔驰厂篷车有暖风微薄 这次宝马终于也配上了暖风微薄 让你在冬天开厂篷的时候 不至于那么的寒冷 同时呢空间方面 头部空间就是正无穷了 特别是对于后排头部空间 要知道四系的后排是真正正正能做人的 但是硬顶版的后排头部空间非常局促 我只能这么做 但是厂篷之后 头部空间就不是问题了 可以开开心的带着四个人厂篷去浪漫一把 而至于价格这些车展也正式的发布了425i和430i 价格区间是468,800到558,800 给普通的硬顶的四系要贵出大概10万块钱 对此师兄只能说 金钱兑出来的东西真香 喜欢记得分享哦